他听着 我非常坦荡 我知道我没有问题 搜索当天走出家门 柯文哲说他坦荡荡 但根据已曝光的地院裁定书揭露 搜索时所扣押被告柯文哲的手机 已有对话记录遭删除的痕迹 恐有串联起于潜在共犯的试证 是灭证还是畏罪 柯文哲都相当可疑 8月30号当天6点半 检察官带队到柯文哲家 行动一度受阻 无人应门 一个小时后才开门迎接 这段时间 柯文哲夫妻在拖延什么 检方后来从他的手机发现 疑似有讯息被删除 怀疑就是这段时间他忙着狂按delete件 想刻意隐藏什么 老婆小孩的账户是另一个积压关键 调查发现 陈佩其曾多次拿百万线抄到ATM存款 尽管他说这是他的理财方式 但还是引起检方的高度质疑 为什么这笔钱不零贵存款呢 难道是想要借此逃避申报吗 还是相关的不明金流已经转往了 海外账户 裁定收押禁件的原因点出柯文哲配偶 和子女账户依似有不明金流 而柯文哲的儿子仍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攻读博士班 不只台湾账户锁定调查 日本海外账户也要追追追 裁定书还写到随证据及资料获得 逐渐形成具体的犯罪轮廓 甚至转成贿赂罪重刑 外传柯文哲知道检察官在办金华诚案后 还跟审刑金见面 更被法官认为不能再让柯文哲交保或请回 裁定收押警戒 东四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 牛仔绍